呆萌可爱的黑族猫为何被全世界禁养? 看完你还敢养吗? 知人知面不知心,这年头莫得感情的捕猎机器竟然一脸萌样。 看着呆萌可爱的圆圆大头,谁能想到它能被人们列为非洲最致命的猫,甚至还登上了全球禁养名单。 而之所以被禁,就两字,危险,非常危险。 黑族猫毛色大多是白色或者茶色,身上夹杂着黑色或褐色的斑点。 它们因为小爪黑曲曲而得名,这是和其他猫最与众不同的地方。 它们的爪黑不是单纯的毛黑,而是整个肉垫都是黑色的,这能很好的帮助它们在沙漠中行走, 避免被滚烫的沙子烫伤,还能削弱行走的动静,提高捕食率。 黑族猫平均体重只有1.6公斤,比家养的肥猫较小多了,是野生猫科动物中个头最小的种类之一。 别看它体型很小,战斗力可不是说着玩的,这么说吧, 它能成功捕猎,体型比它大上4倍的小羊。 都说在动物世界中,体型差距大的话,基本上就决定了谁强谁弱, 黑族猫偏偏偏就是个这么逆天的存在,完全不把猎物的体型当回事。 呆萌可爱的黑族猫,主要分布在非洲南部地区, 在纳米比亚的红沙漠地区,黑族猫经常被人们拍到, 人们发现它在沙漠中生活得如鱼得水,几乎成了无敌的存在,展现了卓越的生存能力。 它们捕食能力极强,以各种小型哺乳动物,爬虫和甲虫为食, 甚至就连身带剧毒的响尾蛇都不待怕的。 黑族猫是整个猫科家族中最致命的猎手, 人们之所以认可,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狩猎效率高达60%, 相比之下,狮子和花豹这类猛兽的捕食都只有20%而已,数据有点不够看。 它们最喜欢的食物是沙鼠,还是一个标准的大卫王。 一只黑族猫一个晚上能就吃掉10只14只, 一年能消灭3000只,是名副其实的灭蜀专家。 黑族猫智商很高,在捕食手段上要比很多猫科动物厉害得多。 它们捕猎方式和蛇猎有点相似,常常会守株待兔, 在猎物出洞口耐心等待,一等就是两个小时以上, 直到猎物以为安全了。 从洞口出来时,它们在凭借速度一击击重,成功享受美食。 黑族猫呆萌可爱,体型又小,看人一眼能把人心看话了, 不少人觉得它比家里的猫主子更可爱,就有一种想养的冲动。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,这种动物在全球都是禁养动物, 你可不要被它们呆萌可爱的外表欺骗了, 它们杀伤力惊人,可不是吃素的。 黑族猫并不适合当作宠物猫饲养, 首先,它们危险系数很高, 尽管外表能骗人,实力却不允许, 黑族猫可是能猎杀大它四倍的猎物, 是名副其实的大杀器, 养在家中简直就是养虎为患。 其次,黑族猫野性很强, 性格没有家猫温讯,很难被人们驯服。 最后,饲养黑族猫是一种狠形的行为。 它们目前在南非和博茨瓦那是保护动物, 它们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, 原本就数量稀少, 还有不少人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偷猎黑族猫, 严重影响了它们的生存状况。 再加上, 过度放牧和农药的使用对镊齿动物和昆虫造成了影响, 导致黑族猫在野外缺少食物, 这也是黑族猫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。 原本黑族猫在野外天敌就很多, 这对它们的生存简直就是雪上加霜。 所有想养黑族猫的小伙伴, 想想就好了, 大家还有啥其他的见解呢?